火焰熊熊燃燒 消防隊員超至起火位置 不斷灑水 一刻都不敢暫停 機動工建路的這棟大樓外 11號傍晚實施污水接管作業的工程人員 疑似不小心挖破瓦斯管線 造成火警意外 火事蔓延將近四個小時才撲滅 雖然沒有人員傷亡 但住戶更想知道原因出在哪 雖然廢棄管線都停用已久 怎麼還會有氣體在裡面 機動市長謝國良12號上午 再度回到事發地勘驗 然後如果發生的時候 他要如何去因應 他們要自己先去想 這次起火意外一共影響 兩千兩百一十八戶住戶 與原先天然氣公司 預估的五百多戶 有很大的落差 原本說上午十點恢復供應天然氣 也提前到凌晨四點 讓謝國良質疑公司的SOP在哪裡 肩負我們的能源 你們是有很重要的社會責任 你們做事要跟政府一樣嚴謹 我們現在是做那個化墨救助 即便已經恢復正常生活 工程人員還是不敢大意 不過到底還有多少廢棄管線 埋藏在你我身邊 當地明代也希望能夠在全面徹查 確保民眾住得安心 華視新聞 鄭優謙袁子祥 黃瑞麟 基隆報導 華視新聞看起來 趕快訂閱我們的 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歡迎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最新 最及時的資訊要提供給你